每到腊月初八佛光山各个道场就都会准备腊叭周与民众分享 上周五是腊叭前最后一个平常的上班日佛光山北海道场 就带了几百碗的腊叭周到公所前祈福念经 准备发送给机关团体和民众分享平安与成道喜悦 农历12月家家户户都准备迎接传统年节 对于佛光山佛教团体其实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节日就是腊叭 也就是佛陀成道日 每到腊月初八到来佛光山各个道场就会准备腊叭周 要与民众分享平安以及佛陀成道的喜悦 上周五是腊叭前最后一个平常上班日 佛光山北海道场带上数百碗的腊叭周来到公所前祈福念经 准备发送给机关团体与民众 三点多 今天大概准备了多少碗 八百多碗 八百多碗来这边还有其他地方一千多 总共一千多 我们分会总共有两千多 三支分会 每年都来对不对 每年都有 这里面放了什么 放了八种有营养的食物 就是莲子啊 弄民啊 就是我们兴隐大师要发愿给大家吃平安的 所以只吃腊叭周 其他的佛教没有人指 只有兴隐大师有发这个愿 要全国的人民都平安 全世界的人民都有吃到 志工们与师傅还有公所主命一起双手合十在公所前念经文祈祷 随后志工也开始发放喇叭周 可以见到一箱一箱已经装好的喇叭周都贴上机关与团体的名称 准备在念经后送往团体所在处 也希望每天辛苦来到石门地区上班服务的同仁们 都可以得到平安与成道的喜悦 佛光山北亚道场是我们石门区域这边一个很重要的宗教场所 那他们也很有心每年在这个时节都会准备这个免费的喇叭周来赠送我们民众 一方面是庆祝释迦摩尼佛的成道日 一方面是祈求我们石门区域能国泰民安 那我们非常感谢他也欢迎我们民众可以来这边吃平安 石门区公所的竹米也代表同仁们谢谢每年佛光山北海道场 总会来到公所送经祈福把平安分享给大家 而公所的同仁也都怀抱感激之心持下喇叭周 并且也期待品尝到喇叭周的同仁与民众都可以得到平安与幸福 记者那平函师门采访报道